嗨 大家好 我是KIMIKO 美型要有伴 KIMIKO是你的好夥伴 是的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特別的美型運動 就是 如果你對這樣的主題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同時記得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留言分享我們的影片 給更多需要美美美型的好夥伴們 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整理一下 我們收到雪片般飛來幾件妹妹們一起提出的困擾 在不同的階段 對妹妹有不一樣的煩惱 如果是小妹妹 她們有可能會覺得說 奇怪 我為什麼一樣在做這些私密處的小運動的時候 妹妹還沒有感覺大腿前側卻先熟 不知道怎麼控制那個力道 不知道怎麼去練 微熟的姐姐們 有可能是因為有經歷過生產 這個美好的過程 有可能會面臨漏尿的煩惱 或者是覺得說好像沒有以前這麼緊實了 沒有關係 我都理解 所以我們今天會教大家 兩個小運動 而且在教大家這兩個小運動 同時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你在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如果你做錯了什麼樣子的步驟 你就可能還沒有練到私密部位 還沒有練到你的骨盆底肌 你就腿先走 屁股又不會練到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會跟大家講 你必須要注意一定要做到的小訣竅 你要記住以下三個重點 就是在做這種骨盆底肌的各種小運動的時候 特別是如果你是沒有運動習慣的人 或者是你很有運動經驗的人 同樣都要注意的是 速度要慢 角度要小 最重要是不要硬來 溫柔的呵護這個私密部位 因為它很敏感 它需要好好的被照顧 那我們在做這些小運動的時候 我們今天會用到家裡隨手可得的抱枕 這些小小的居家小屋 也是可以幫忙的喔 沒想到吧 是的 運動就是隨時隨地都可進行 你想來就來想說就做 你才會持續嘛 對不對 好接下來我就會教大家 如何運用家裡沙發上面的抱枕 或者是枕頭 你就可以來做私密處的美型運動 接下來呢 我就要來為大家介紹 美型運動中非常獨特的一個部位的訓練 叫做假鼠膝 待會呢 我會帶著大家一起進行 在動作前呢 先提醒大家 注意喔 不要使用蠻力 每一天只要運用零碎時間都可以做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一定要注意 KK我提醒大家的這一些小叮嚀 你才不會再用蠻力去摧殘它 破壞它 讓它在一個不舒服的狀態下 而且你自己又看自己不順眼 這是很苦的對不對 運動就是不要心酸 再筋不再多 好我們接下來就開始吧 第一個動作呢 我們會教大家如何去鍛鍊你的骨盆體肌 夾放夾放縮放 像那個很可愛的水母這樣子的畫面 你就知道了 把那個力量由外往內量吸進來 第二個動作呢 會教大家如何更正確的夾屁股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夾屁股是推屁股 可是這次完全不一樣的 通常推屁股呢 你使用的都會是盲力 但是夾屁股這個位置又很裡面 所以我就會教大家 兩個動作的小技巧 讓你更深入的去找到 裡面生前的肌群該怎麼訓練 拿起抱枕 讓你的抱枕輕夾在兩隻腳的腳踝中間 那你躺在地上的時候要確認你的臀部要確實的著地 最好是在地上然後鋪一個軟墊進行 慢慢的把你的雙腳把天后板的方向抬起來 讓你的雙腳跟身體存90度垂直的角度 停在這個位置 開始的時候呢 慢慢的讓你的膝蓋往兩旁 慢慢的分開 再慢慢的併攏 維持以上的步驟四次 做完四次之後呢 我們就做一個比較長的停止 hold住的動作 至少你的腳會圍陡 然後腹部會有一股暖流 這都是正常的 做完這五組 你就可以慢慢的把兩隻腳縮回來 四組慢的 然後停一組 大概是一個八拍到兩個八拍 是個人的能力進行 重複以上的動作 八組你就會感覺到 鼠膝部 腿部下圓 還有大腿根部 有熱熱的感覺囉 第二組動作 它可以避免掉大腿前側腫脹的困擾 因為很多人都找不到夾屁股的力量 所以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首先你要讓抱枕 往鼠西部的方向 盡可能的靠近 就是有一點騎在抱枕上面的感覺 然後你的兩隻手外巴抵住地板 讓你的人盡可能呈現MERS型的狀態 夾緊你的屁股 收緊你的肚子 順序千萬不能錯誤喔 慢慢的往內突起的時候 讓你的背拱起來 是由屁股收緊夾緊肚子的狀態 慢慢的往上收縮收縮 然後放鬆 以上的動作呢 重複四次 一樣在第五組 你就要停久一點 大概一個八拍叫兩個八拍的時間 然後就放鬆 一樣這組動作你可以進行八次 拿起你的微笑博夾 盡可能的往鼠西部貼緊 那你的膝蓋是輕輕的放在地上 如果你容易膝蓋痛的朋友 你可以在瑜伽墊上面進行這個動作 確實的夾住微笑國家之後 兩隻手可以輕輕的浮在你的臀部的兩側 卻感覺到臀部的下緣 往內夾緊 肚子往內收縮的力量 整個人呢 會覺得很像束口袋一樣 往天花板這樣被拉集中起來 從外觀上其實看不太出來 有動作的改變 因為它是非常腳角度的 有力往上收縮的夾放感 一樣這個動作我們每一組進行四次 然後就會Hold住兩個八拍 如果你是我們的美型運動學員的話 你可以播放KK的鼠拍音樂進行 每一次就會很精準的做完兩分鐘 那一天我們會建議你至少可以做兩組到三組 就是兩分鐘到六分鐘之內 只要這樣進行持續進行30天 你就會有很明顯的改善跟感覺喔 為什麼今天想要跟大家拍這個影片呢 因為美型運動的假鼠系訓練 是我們這個運動系統中非常重要的訓練 那很多女生呢其實都知道 骨盆底肌是非常重要的肌群 但是你又不知道怎麼樣 有系統的方法去訓練它 每一次在訓練的時候 總是因為找不到動作的訣竅感到沮喪 沒有辦法很確實的去改善這個困擾 所以我想要藉由居家小物抱枕 或者是你家裡呢就用我們的福劇回上伯家 來教大家小小的運動 只要你做得精確 只要你做得到位 你就可以改善私密處 常常遇到不知道怎麼解決的這一些困擾 如果喜歡這樣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訂閱同時記得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呢 留言按讚讓你知道 你的妹妹現在已經很開心了 我是KIMIKO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 記得留言跟我分享你也喜歡的體感 下次見